首先帶您來關心的是 搜水油風暴繼續延燒 今天又查獲了網路團購 名店光頭鋁抓餅達人 也使用搜水油 新北市衛生局在召開記者會表示 業者使用全桶香豬油 卻規避隱匿積查 還打算出貨給消費者 依法被裁罰五百萬元 而他的上游的通路商 巧聲公司也多次刻意隱瞞流向 遭罰六百萬元 根據食藥署最新調查 長官公司生產及代工的劣質豬油 目前已經波及一千兩百四十九家業者 獨創三十道純手工趕皮工法 還有多種口味可供民眾選擇 這是網路團購名店光頭鋁抓餅達人的 宣傳海報 上午新北市衛生局持續針對 可能會使用到豬油的各商家進行 稽查 結果團購名店光頭鋁 也就是紅象食品 卻規避稽查 廠方人員 一開始不承認使用問題 其油品 卻拿不出進出貨的憑證 新北市衛生局認定光頭鋁 刻意規避稽查 並持續販售劣質的商品 因此重罰五百萬元 光頭鋁 蔥抓餅的部分 有查到這個有使用全筒的香豬油 那這部分呢 因為他使用全筒香豬油 也有對衛生單位來回報 那同時呢 在這部分我們在查核的時候 一開始他還隱匿不吐失 衛生局表示光頭� 是在今年三四月以及八月 曾向牆灌的下游巧生公司 進貨全筒香豬油九百九十公斤 製成黃金抓餅 以及全麥青蔥抓餅 衛生局當場封存了一千三百六十五公斤的成品 近十萬片的沖抓餅 但事發以來 曾經二度稽查巧生公司 對方卻不提供完整下游廠商名單 所以衛生局也認定巧生規避機查 採一罪一罰重罰六百萬元 這個雜糧行呢 我們之前就曾經前往機查 我們甚至昨天晚上還跟市行大一起做約談 他都沒有提供相關的資料 根據食藥署的最新調查 強管公司生產以及代工的劣質豬油 目前已經波及一千兩百四十九家業者 目前各衛生局機查問題油品 共有六百八十一公噸 其中封存一百六十一噸的油品 下架回收數量約兩百一十八噸 記者 由雅玉林國皇 陳保羅台北報導